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到這邊來 跟各位分享這個 主辦單位給我 非常小 非常難 又沒有答案的題目 大家看了這個題目說 好熟悉 但什麼是解雇最有手段 現在大家都搞不清楚 你們不清楚 其實我也沒有很清楚 法院也沒有很清楚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 處理這個問題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 我在台北大學任教 簡稱北大 我們就在談這個 非常難又不知道怎麼解決 各位可以想像一件事 你以後當企業的法務 我們在實務上 這個有一個勞工 雇主怎麼看他怎麼不順眼 害我這個財務也沒搞好 害我賠了多少錢 直接告訴你 帶回去 明天我不要看到他 請問你怎麼辦 各位就開始想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你身為法務 當然要去想啊 我是不是來勸他說 你要不要明天簽一個 自願離職書 請問有沒有一個勞工 會心甘情願簽自願離職書 各位我見過書上 有一個大量解雇的時候 那些勞工 自願放棄退休金 各位 他為什麼自願放棄 各位知道嗎 當踏進那家公司的時候 老老闆的銅像就在門口 然後這個律師就跟他說 感念老老闆對你們的照顧 現在企業非常痛苦 非常為難 快要倒閉了 你要不要放棄這些權利 結果惡話不說 通過簽了 好 簽了之後 你覺得沒事啊 這個律師想說 那這樣不用被限制處境 就發生什麼事 各位知道嗎 當你突然發覺一件事 我簽了放棄 我要自願離職 結果別人都沒放棄 別人都拿了退休金 哇這時候就反回來 告我說不行不行 我那個自願放棄 是被威脅的 所以各位 你今天找一個老公來說 你要不要放棄啊 現在真的很糟糕 你趕快這個 此地不留人 其他地方很不錯 你覺得做得到嗎 做不到 那你就說 那好啦 我給你一些錢 那你明天就不要來 這個路不錯對不對 各位放在心中想 可以做得到嗎 其實真的正辦 不是這件事 正辦是什麼事 所以你就開始想說 我有沒有之前這個空間 我依法來做 你有沒有符合那些原因 我可不可以依法來做 名正言順 這個叫正辦 可是老闆說 明天就不要看到他 之前有預告期限 怎麼辦 所以你就開始想說 我可不可以把他解固掉 讓我明天不用看到他 有這麼簡單嗎 這個都是千百個 各位可以想像的答案喔 那我們就把這個放在腦袋裡想 到底碰到一個勞資問題 我可以怎麼做 而這個做法既不傷雇主 也不傷勞工 可以和平落幕 這是我們最大的難題喔 那到底該怎麼做 這個是老闆給你的任務 哇今天當事人如果是勞工呢 勞工就說 律師啊 天啊我接到一個通知 老闆告訴我 明天不用來了 你腦袋馬上想 是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老闆告訴我 十天後不用來了 經預告終止契約 老闆告訴我說 哎呀你是定期的 期滿不用來了 哎我是定期嗎 有這麼這麼多 當這個當事人來問你的時候 他第一個 為什麼把我解聘合理嗎 第二個要問你的是 為什麼公司這麼多人 把我解聘了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各位可以想像的 你到底該怎麼辦 而這些這些這些 它的一個核心都是 我到底有沒有合理的原因 可以解聘你 我解聘你到底程序合不合法 我到底有什麼地方 我沒有注意到 也就是今天我們這個 很核心的 我也不知道答案的一個主題 好 所以各位大概先熱身一下 慢慢把郭老師 剛剛放到這些問題 放到心中去想 你到底該怎麼辦 而且其實我在上課 第一堂課 上勞動法 都跟選講了一件事 我們叫勞動法 為什麼不叫勞工法 什麼叫勞動 有勞有資 有時候主管就還借進去 換而言之 任何一個問題 絕對有勞方思考 資方思考 甚至還有主管機關的思考 各位站在這裡 他想的叫做什麼叫合理思考 所以絕對不會是 我因為勞資關係 我要保護勞工 所以我這樣搏到一邊 各位你覺得 失業單位裡頭 最不想要讓公司倒的是誰 每個人都想 雇主對不對 真的嗎 真的不想要公司倒是雇主嗎 雇主倒了清算之後錢拿走 勞工倒了之後 人後勒 失業 不见得是劳工希望公司倒 所以不希望公司倒 说不定是劳工 所以各位要去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那我们当然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各位要跳入今天的什么 解雇最后手段性 要知道一件事 各位学法律都是从民法开始学的 民法呢 各位一定从民种债种学到债歌 你一定有学一个叫雇佣契纪运 雇佣契纪运的意思是告诉你什么 一方给报酬 一方提供劳务 对不对 平等 所以它是一个平等的状况之下 怎么会有解雇最后手段性呢 你看我不顺眼 我看你不顺眼 走人 这叫平等对吧 所以当你要去切入我们今天的解雇最后手段性 一定要先去处理这件事 他如果不是劳工 不用谈了 直接回到我们的契约自由去谈 我今天会站在这里 就是因为你是劳工 你可能比较 站在经济上可能比较弱势 你可能有需要保护的必要 再加上我们的立法政策告诉你 或许我们是以保护劳工为原则 这个不保护为例外 也看什么样状况 所以这时候才会出现有解雇最后手段性 这是你一刀先要切 我们常常看了很多个案 讨论了半天 忘了他根本不是劳工 那就白讨论 尤其各位当我一个当事人进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非常非常清楚 厘清楚到底谁是争议的当事人 争议当事人看起来很容易喔 一方我先要知道谁叫劳工对吧 那有千百个 从4740号千百个这个法院判决 大法官解释 甚至主管机关每次还弄一个参考指引 这个都是各位在学劳动法里头 欲必须碰到 那各位说劳工已经够难 你觉得雇主难不难 更难 请问我的雇主是那个 我英属维京群岛的什么公司吗 还是台湾分公司 我要告谁啊 我要是不是找得到 那我到底是不是 我的雇主是一个关系企业 我要告谁啊 为什么各位说 我是关系企业怎么会这么 我牵扯到这里 很简单啊 解雇最后手段 现在有一个东西告诉你说 你要采取必要的安置 我说安置可以 把你分到英属维京群岛怎么样 各位英属维京群岛 到底有没有这个岛 各位这样纳闷的看我 你知道台湾有五万家公司 在英属维京群岛登记吗 我一查才发觉 那个是一个免税天堂 当我的母公是在那 那是空的嘛 我的安置义务 你要把我调到那里吗 那样子 我说把你派到那 然后老公说我不去 我不去 所以你就可以把我解雇了吗 那可是如果说把你调到美国 你去不去 感觉好像可以思考 我不去 我帮你调到台北调到三峡 我不去 到底我有没有拒绝的权利 这个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哦 都要思考 所以从这里先切进去 让各位已经很清楚知道 你是哪一块的时候 才去想下一块对吧 好 那我们就回到劳动关系的本质 这个牵扯到我们后来的思考上 你认为台湾的劳动关系 是定期雇佣还是不定期雇佣 如果是一个定期雇佣 刚刚这个老板不是讲的吗 叫你不要他来 你就说他快要到期了 一年届满 结束 到底我们是怎么样 所以各位可以看清楚 台湾的这个法治 如果你从劳动基准法来看 他非常清楚是一个 不定期雇佣为原则 定期雇佣为例外 好 那不定期雇佣 好 那什么叫定期 注意一下哦 他是劳基法是民事法律 行政法律的特殊法 特别法 他不再是定有期限叫定期 没有定期限叫不定期 或定有不定期期限 林承恩老师的学说 不是这样 他是告诉你什么叫定期 你要服务 蹦蹦蹦蹦蹦蹦 这些才叫定期 各位呢 你在当一开始出任律师 请问你跟律事务所签约签多久 此之八九跟我说 我好像是签一年约 签一年约 一年约我们在这里面 也看起来没有了 一年约是定个期限 可能他室友不一定 除非这家律师事务所 只开一年 律师事务所有开一年了吗 没有啊 所以他不会是特定性啊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我们的定期不定期 如果你不是 原则上就是不定期 不定期 当然就会有解雇 最后手段性的适用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 去思考的 有非常非常多陷阱在里面 好那接下来人家说 我不定期 不定期 所以我们台湾是终身雇佣吗 各位 常常我们看到很多日剧 日剧常常有 单身复任这个用语 单身复任 在日本的意思是什么 要想培养你 所以到美国 到德国 到新加坡 到哪里去历练 叫单身复任 在台湾 单身复任是什么意思 不想看到你 把你贬到不同的公司 希望你自情离职 所以各位知道 这是差异在哪 因为当我是一个 终身雇佣为原则 你一日 一日为 譬如说北大人 终身为北大人 你就在这里 只是我可能在哪里 有分公司 我都给你历练练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你要走开 足够公司到 可是我们的不定期雇佣 并不是终身雇佣 因为在我们的牢基法里头 就写了很多 喔 虽然是不定期雇佣 可是呢 你有1 2 3 4 5 6 7 8 9 各种原因 你可以把他这个同仁 把他雷无掉 所以基本上 我画的斜斜 各位就可以知道 所以他因为有很多解雇的限制 但是也允许了你解雇的空间 所以我们是不定期雇佣 但不等同终身雇佣 好 那所以各位知道 所以这是我们的最根本的核心性质 要先搞懂 才知道我们哪里有可以适用 好 所以这个在法院的向来见解 已经非常清楚知道 我们呢 就是以不定期雇佣为原则 定期雇佣为例外 好 那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 主张说 这个解雇最后手段性 是没有适用的 好 但是我就要问各位 定期雇佣解雇最后手段性 没有适用吗 没有耶 为什么 定期雇佣又可能很长耶 举例而言 我今天如果聘一个人 专门来干嘛 做高铁的翻译 我可以高铁的时候需要翻译 各位知道高铁是联合国 什么日本的 日本的什么车身 什么法国的系统 各种各种 所以我这时候要翻译 甚至有很多所谓移工 需要翻译 但是我高铁盖完之后 我这工作就结束了 这个叫特殊性 但高铁盖多久 随便一条高铁 都要盖个十年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长的 难道十年内 我都不能解聘你吗 要起满才能解聘吗 当然不是 如果你当中发生一些事情 我还是可以解聘 我还是回到解雇最后手段性 所以各位知道 那无论如何 我们当然是以不定期雇佣为原则 那这里呢 那怎么办 既然是不定期雇佣 我要有那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不符合我们所谓的 解雇最有所耐性 各位要去思考的 好来 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台湾 对终身雇佣离得非常远 各位你知道中华民国有多少企业 纯续超过十年吗 我跟各位讲 纯续超过十年的企业只有百分之十一 哦 你说老师会吗 各位 台湾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 都觉得有一天我会回来 不幸各位到西门町 就在我们对面去看 晚上去看 当你抬头一看的时候 你会非常纳闷 那些招牌的公司还在不在 我们招牌是不拆的 就这样一直挂 然后有的越挂越外面 到哪一天环保局受不了才会拆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其实真正已经没有在经营的公司 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个永续经营在中华民国 是没有真的尝试承担 那个叫口号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我们虽然不定期契约 可是不等同永续经营 也不等同终身雇佣 有很大的原因 那各位大概可以看出来 好那进入了 到底解雇最后所担心在什么时候用 第一个你要先了解 在依照我们现在的法治 那解雇最后所担心是 延续我们刚刚说明法 绝对没有 他用的就是劳动基层法 然后基法里头 我要终止这个契约 我的程序怎么样 第一个当然很重要的 要有一个什么 意思表示 无论你是经预告 不经预告都要有 一个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到达告诉你 你被解雇了 你被指柬了 那如果你是经预告要有室友 不经预告要有室友 而这两段 在讨论室友的时候 在一直表示的时候 我们这里解雇最后所担心就进了 但是两个的适用是不一样的 那有一个预告期限 一个没有 一个只有一个处置期间 那当然不经预告的是没有支检费 经预告才有支检费 这个程序大概都知道 要解雇一个人是这样程序 所以我解雇最后所担心 当然是在这一块 也就是解雇之前成不成立 这时候 好 所以各位大概可以看出来 那这条文看一下 有白纸黑字 把解雇最后所担心 写进来了在哪里 只有这一条 十一条 第四款 他直接告诉你说 你业务性质变更 这时候有减少老公的必要 又没有适当工作可以安置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法院 把安置义无当成 解雇最后手段性的内涵 的根据 但是各位要看清楚 他写了半天 只写在这一款 其他款有没有 没有 没有有没有试用 我们学着 看起来如果从民事的法理 没有镜子可不可以用 好像可以对不对 对吧 我们是民事法理嘛 所以没有镜子 看起来可以 这时候各位就很重要 从外国的立法力 从德国 从日本 解雇最后手段性 看起来都有 为什么美国没有 美国为什么那么少讨论 解雇最后手段性 因为美国基本上 不仅不是终身雇佣 甚至他并没有 解雇保护制度 所以他觉得少数个案 可能有谈 而且谈的是 解雇最后手段性里头 最小最小最小那一块 叫做社会相当性 也就是我今天要解雇一个人 他是男生 他是女生 他是身心障碍 他是年龄大 只有考虑这个 但是解雇最后手段性 不是只考虑这个 所以各位大家知道 这是我们白者黑者唯一有写的 但是难道这些款都没有吗 跟各位讲 我看法院的判决 都有 换而言之 算有一派的学者 直接告诉你 没有 因为只有这个有 其他都没有 真的是这样吗 好 来 那不经预告 看了老半天 一个字都没写 什么要安置 要先怎样都没有 只出现一个 我们法律人最敏感的神经 叫做情结重大 注意情结重大也就这个有 我看起来有点像 情结重大一定要严重 你才可以把他解雇 看起来很像 可是这些都没有情结重大的 难道我就没有解雇 最后手段性的适用吗 是不是我只要发生了殴打 打人就要被解雇了 我需不需要考虑 为什么打人 是那个两个人互追一个痛事 追不到打那个追到那个吗 这个理由可不可以 可以这个可以认为是合理的 稍微碰一下算不算 这待会我都跟各位谈 所以待会的这个分析 我分第十一条的解雇 最后所担心什么意思 第十二条的解雇 最后所担心到底什么意思 来让各位知道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出来 有解雇是有 不代表就可以解雇 那各位会说 这怎么这样画的歪歪的 为什么 看起来几乎十一条 都有去讨论解雇最后手段性 但是刚刚讲他没有定论 也有法院判决白纸黑字说 开玩笑 十一条是雇主的经营权 我经营都碰到困难了 还要去讨论解雇最后手段性 极力反对的判决有没有 有 他有错吗 我也不能说他有错 为什么 因为法条白纸黑字 有写的只有第十块 好 那第十二条呢 我们发觉有些是有讨论的 但是有些是完全不讨论 他也不讨论解雇最后手段性的问题 譬如说第十二条第一项的第六款 他直接不讨论 为什么 连续矿值三天 一翻两瞪眼 所以他又不去讨论 你就是没有来 如果你没有来是合理 那就不会构成三天 所以他就没有去谈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去谈的 就是他必要性 譬如说 我们谈到最多的 最多最多谈的 就是你违反工作规则 情节重大 就把你讨论 然后就讨论 什么叫情节重大 跟解雇最后手段 已经绑在一起 另外一款 大家最常谈的是什么 你今天打人了 骂人了 甚至现在事物上 最常发生的me too事件了 所以同仁说 我没有办法再看到他 这个时候也在谈 他有没有这么严重 严重到同仁都不想看到他 我是不是可以叫他明天不要来了 各位可以看 注意他是对同仁me too 他不是对老板 所以解雇最后手段性是 老板没办法忍受他 还是同仁没办法忍受他 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那什么叫解雇最后手段性 这个是德国法律 但是他并没有到说 每一个派决都这么用 但是各位或许可以做一个 他商经验的分享 通常什么 第一个我要去期待可不可能 所谓期待可不可能 是对劳工有没有期待可能 劳工要去想 你告诉我这个理由 你是要告诉我清清楚楚 为什么是我 我当然要问 为什么原因把我解聘 你今天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个业务警说 这个亏钱啊 所以必须解聘 结果发觉一件事 业务警说亏钱 股东大会的时候说 我们赚很多钱 那你没有亏钱啊 这时候老板说 不是不是 是你考基太差 到底可不可以 有没有期待可能 你突然讲这些这些这些 有没有期待可能 第二个 今天如果纵使我常常迟到 纵使呢 我常常考基不太好 你可不可以帮我记警告就好 你可不可以帮我记申戒就好 难道你一定要帮我解聘吗 手段在哪里 你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做 你可不可以帮我调职就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帮我做这样 另外一个 纵使我今天公司非常危急 必须踩掉一些人 为什么会踩我 各位你在食物上最难 老板最喜欢猜哪两种人 第一个 你要让我高额付费的人 哪一种人 薪水太高了 薪水高看起来不是我们任何一个规定 但有一件事谁会薪水高 资深年龄大 对吧 经验丰富 所以老而不当 对老公来说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对老板来说 老而无用 解雇也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我可能就是长那个年资深年龄大的先借品 这次未相当性就出现 对你要减审成本 为什么你挑我 还有一种人常被挑 你可能马上就要干嘛 马上请产假的 马上要什么 可能有运流着停薪的 这时候老板眼睛就很亮说 开玩笑 然后就很好意的跟你说 这个小孩小 你要以家庭为重 所以那我就给你这个 这个给你一些这个值钱费 给你一些额外的这个补助 那你就可以离职吗 这是两种最常被挑的人 就在这里 社会相当性 而这些东西 我们法律有没有 多多少少都有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德国的模式 问题是这样这样 有没有其他可能 手段有没有相当 社会相当性 谁来认定 各位说郭老师还用想法官 难道我每件事都到法院来吗 每件事都到法院来吗 当然不是 在德国的是有个程序 譬如说企业到某个规模 他们可能有员工代表会 其实我们台湾不是没有劳资会议 台湾不是没有工会 台湾不是没有制度 但是有少数的案例 他就直接跟法官说 这个他工作不好 工作不能生日 不是我认定的 不是我弄的 是一个委员会打的考机 说他考机差 这时候当他这些这些都很难去拿捏 最后有一个比较 所谓的第三方的委员会去认定之后 大家就觉得是可以喔 那这种东西在台湾非常非常少 有没有出现在讨论里头 有 但不是很多 可是在德国是一定要有 甚至当我判断的时候觉得 嗯你选错人了 我都还可以连接类似我们 待会我会讲的劳动事件法 所以各位可以看喔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劳动事件法就非常重要 各位在这个整个处理的过程应该知道 我今天打诉讼不是在这个法庭打诉讼 我打诉讼是到对面的法院去打诉讼 对面的法院打诉讼是什么事 当你被解聘了 他来找你 第一件事他就说 嗯这个固子不让我回去 这个解雇是非法 没有符合解雇是有专利性 你的脑袋满当叮咚就想到 劳动事件法 四九条五十条 四九条是解雇的事情 五十条是非法调职 因为很多就是给你调了之后 逼你自动离职 这里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劳动事件法告诉你说 如果法官认为 前面叮叮叮都不用看 就是他可能有胜诉之后就算了 继续雇佣非嫌有重大困难 也就是说老板啊 你明明有工作可以安置他先做 你为什么不先做 这里就连接起来咯 如果你当时穷尽各种职位都找不到 所以我只得把他解聘 你在这里就可以跟法官说 我真的没有工作可以给他做 所以继续雇佣嫌有困难 这时候这个所谓的假处分就不会成立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动作没有做过 这时候法官一定告诉你 对啦他这个位置没有了 这个部门没有了 其他不是还在吗 为什么不可以 这时候各位当走到这边 几乎雇主就输到底了 各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不管你多讨厌他 这时候他就法院就采定 你必须回来让他做 做到这个我这个定验为止 你很讨厌他 可是他都已经勉强做了这么久了 你还告诉我继续雇佣有困难吗 非常非常难 非常非常难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你脑袋里所想的 绝对不能只有在老基法 各位要想象的 我未来诉讼上 像我碰到了劳动事件法的时候 这个都是一个考虑点 都是一个考虑点 非常重要 好 所以各位这个 让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 接下来我就更详细的 经预告宗旨契约的 跟非经预告宗旨契约 来跟各位分享 节骨周爽断性 到底该该该怎么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有讲 唯一有根据在劳动基准法 有出现的就是第四款 业务性质变更 又减少老公必要 又无适当工作可以安置 那这个什么叫做安置 就好多种可能性 各位第一个会发生什么 我在思考里头 如果节骨周爽断性 必然把安置义务放在里面的话 这是我的问号 各位看到我叫问号 解雇最后手段性 是不是一定要把安置义务放在里面 从法治上 明文写的就是第四款 就没有悬念 没棒就是不行 但是如果从法条来看 其他没有 那我需要考虑安置吗 来各位就可以看 好 有可能是我没有适当工作可以安置 这是法条的 所以我必须举证 我这么多工作 没有 但是没有适当工作可以安置 我刚刚已经讲 好像法院已经出现一个破口 没有适当工作 如果你是关系企业 如果你是有海外的公司 这些到底是不是适当工作可以安置 这个东西有一番阵子 第二个 有工作 我怎么看你我都受不了了 我怎么可以给你安置呢 各位 有没有这种劳工 那雇主怎么看都受不了 有啊 譬如说我交代任何事 他永远不会做 他不会做不是他本力不够 而是他不要做 你叫他做什么 他就在敷衍 工作态度奇差无比 主观不能 这个我叫他做 他在这个工作已经这么消极 这么不愿意配合 请问有没有空间 我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工作的时候 我就突然个性大变 对老板有其他可能性吗 我们在想其他可能 在想解雇最后手段性 永远想的是 对老公有没有可能 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想 对雇主有可能吗 各位想想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我记得有一个个案 非常非常有趣的 有一个老板 他说这个劳工 他非常有趣 上班睡觉 下班就开始一条龙 他有没有来上班 有 他每天朝九晚五 每天来坐着就开始睡着了 就开始睡着了 为什么睡着呢 因为这个人非常喜欢唱歌 下了班就跑去KTV欢唱整夜 早上来就在休息 好了 所以他有没有来上班 他有 那他的业绩呢 还可以 他有时候 那个城市设计 还是会设计得出来 但是他都不在上班 是什么设计 可是这个老板就非常生气 他就问我说 我说那你 他就问我说 那这样可以把他解聘吗 主观不能 对吧 他客观可以 能力做得不错 烤鸡不差 你是老板 看到一个每天到办公室 在睡觉的同仁 你有什么感觉 好了 这时候回到我刚刚 第一个问题 老板说这个人 我明天不要看到 你又想破头 主观不能 那我就告诉你说 你不仅客观不行 你主观上 你的忠诚义务有问题 这样就可以解聘吗 还是我还要再把他 换到另外一个部门去 然后他还是不行 然后再改善还是不行 然后才把他解聘 这个就是一个争议点 到底我安置义务 是不是想当然而 必然放进来 尤其第五款 有工作 我故意不安置 另外一种可能 我不要去 你叫劳工去 我不要去 那怎么办 好 来各位来看 好 所以这个安置义务 其实是一个 解雇最后手段 心里头非常核心的问题 但是来 各位 安置劳工 到底是不是劳工都很开心 我们想象是 劳工非常想带这个公司 所以我们从这个面来看 各位来看 然后从这个面来看 劳工 他呢 如果他很想离职 最好是什么 你安置我 我就拒绝了嘛 劳工如果很想离职 他可能就要拒绝 劳工为什么很想离职 你这公司快倒了 我跟你不合 而且你赶快离职 一照劳机法离职 我还可以拿什么 失业几幅 你赶快签吧 让我走 不要再安置了 我不想待 另外一个最可怕的杀伤力是 好了 你本来是在这个 城市设计部门嘛 那城市设计你也不错 我们这个城市设计 这个不做了 所以我现在要开发新的软体 我帮你调到那边去 老公说开玩笑 我这个东西非常烤啊 我非常厉害 我到别家是可以赚很多钱啊 老板说 哦 我把你调到另外一个部门 一样做工程师 但是我设计的城市 是不一样的哦 你觉得劳工很同意这样去吗 他不去 但是劳工可以拒绝吗 如果我安置医务 认为是必然的 劳工可不可以拒绝 你说老师到底 劳工可不可以拒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法呢 在几年前呢 也就是差不多现在 慢慢慢慢到十一月的时候 突然有个法通过 叫调职 放在老计法 安置就是换工作 是不是调职 是嘛 调职要怎样 你看白子这支写 不可以违反王七月约定 他有没有违反 没有呢 企业经营必要 对啊 这个部门猜测了 所以企业经营是不是必要 是啊 所以怎样 所以劳工可不可以拒绝 从头到尾没拒绝 劳工可以拒绝 没有 所以各位就回到这间来看 当劳工 他甚至无拒绝空间 如果我今天法院采取的是 安置医务 要依照劳基法十条之一来做 十条之一看起来是保护劳工 你也讲不出来 不保护劳工 所以我真的不想去 那老板一定要叫我去 所以最后我就有一个法子 致敬离职 对老公真的有利吗 当我解雇最后手段性 操作得非常非常硬邦邦的 对老公真的有利吗 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 好 对雇主真的有利吗 真的无利吗 我来看 如果对雇主来说 你对一个那个已经根本 没有办法做 我们刚刚说的 上班睡觉 下班一条龙 叫他做什么 他永远也有借口 然后明明上过郭老师的劳动法 问他会不会劳动法说 我不会 你要怎么办 结论就是什么 哇 你就是主观上不能 这个人我还要给他安置到 另外一个地方 让我更深情吗 或者当然安置义务 其实雇主必须举证说 无工作可以安置 那我刚刚有讲 我可能台湾没有工作可以安置 可是我的其他关系系也可能有 可是我真的做得到把你安置过去吗 我不一定做得到 还有很多安置工作 是有工作 可是我做不到的 我也只能告诉你无工作 各位知道为什么 如果这个人 特别是我处理过 非常非常多个案 me too事件 这个人在这个单位已经 me too事件被全部人知道 你觉得他换到任何一个单位 有没有人欢迎他 没有 结果就看到连署 拒绝某位同仁转职到这里来 哇 问题是老板说 他们拒绝 我如果不给他安置 我就违反解雇最后手段性 我可能依照牢记法外被罚 所以各位看出来 安置义务的核心点 不是我们想象说 哦 一定要安置义务 这个对老公才叫保护 说不定劳资双方都觉得 你根本都不保护 我都不要 所以这是我们讨论的空间 所以并不一定 我也不认为一定要 把安置义务百分之百的 放到解雇最后手段性里面 那接下来我用几个个案 来跟我分享 这个是一个地勤人员的个案 这个地勤人员呢 他的烤鸡呢 连续几年都是病的 都是病的 然后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叫他改 他通通不改 改得不好 好 所以这个是主观也不行 客观也不行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那这样我还有可能吗 我叫他改他也不改 然后叫他做他也不做 叫他改怎么不改法 各位看清楚了 然后来这种东西他怎么不改呢 譬如说这个东西要交办 他就说好 然后就叫别办 告诉你什么时间要做完 这时候就没 而且各位知道 他是地勤是负责 不是柜摊 是在后勤的 是设计有点安全性的 这时候各位就想 难道对雇主他有 再有期待可能性吗 因为我叫你做你都不做 然后呢 如果你再不做下去 我给你换到另外一个 会涉及安全性 这到底有没有期待可能性 所以这个案子 我们就可以看清楚 后来法院就认为说 对雇主来说太难了 所以也就点出一个 安置义务不见得在 主观客观一定 好 好 各位可以看出来 来什么叫做这个 解雇最后手段性 各位看这个判决非常有趣 绿色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法院判决的样板 不管主观客观 解雇最后手段性 全部抄一遍 他抄什么呢 哎呀 要不能不能解雇 要看初次或累犯 故意或过失 把我们想象所有 有关什么规则性 全部放进去了 然后什么雇主对失业 所生的什么危险 损害多少 我对这个人完全无法忍受 我还要考虑到 他有没有损害 然后这个 我们劳资的关系紧密度 这个人都不团队合作 等等等等 还有你道指久战 道指是不是久一点了 就不可以解聘 年轻了就可以解聘 写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写叫做 乌鸦鸦的判断基准 这有写跟没写是一样 因为你要去看 我到底每个室游是什么 这个室游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最核心的争吵 也就是要 我去把十一条跟十二条 要不要有规则性 你看这里白子黑 只要先考虑故意过失 好像如果没有故意过失 就不可以解聘 各位 你能力不好 一定有故意过失吗 你们从小当成绩考烂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骂你什么 你故意考烂吗 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不小心是吧 所以各位故意过失不一定存在 你的能力不好上 可是我如果这个都要考虑的话 不得了 没有一个劳工可以被解聘了 好 所以这个乌鸦判决就算 其实对核心只有一句话 我是不是用了其他各种方式 要让你可以好好去履行 这个劳基法的义务 就提供劳务 可是我做不到 譬如说你就是那个脑袋死在那 不能不能不能 不做不做不做 做不到 还是我稍加训练 其实你做得到 还是我今天给你调到别的工作 你就做得到 思考是比较活药 所以前面那些就不用去谈了 好 那这个各位大概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们通常有一个非常重要 我要给你改善 我不是安置 安置只是改善的方式之一 我给你改善 可是改善却不能的时候 我猜后面这一段 什么叫改善 这个大概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判决 里头会去讲到的 你可能故意不做 故意不做这件事情 我有办法再让你改善吗 叫你做你就是不做 然后故意呢 这个违背 譬如说这个主管叫你做什么 不接受指挥监督 那拒绝改善说我自己做得很好了 你们考纪有问题等等等等 这个主官上他不愿意去做 好 那主官上不愿意去做 那我要不要再给他一个改善的机会 一件事 另外一个 这是可以谈 主官上不愿意 我就是说叫你做 你不做一次两次三次不做 OK 就改善不好吗 那就可以解聘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有改善的空间 可是最难的就是 如果这个人他的个性就这样 他主观认识就是他 他已经到难以改善的程度了 我需不需要 还要有一次两次三次的记录 说我对这个人做了什么样的规券 怎么样的讨论 最后他还是改不到 因为穷极各种措施 给予改善机会 绝对是穷极各种措施的一种可能 但是如果这个人就是无法改善的时候 他根本我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用 我可不可以直接跳到这里 直接用难以改善 我就直接切紧 就不用再有一次两次三次 甚至刚刚所讲要有不断的券 各种方法甚至改掉其他工作 好那客观不能 比较简单 为什么 客观不能的改善 我比较容易认定 因为你是客观上 我从考评各种能力感觉你不太好 譬如说我们业绩 每个月要做一百万 你就偏做个五十万 那我就告诉你 下个你用什么方法可以改成 可能下个月变成六十万七十万八十万 客观上你可以改善 但是我给你三个月内改善完毕 你三个月内改善不到大家的业绩 这时候可不可以解聘 当然可以 所以客观上 那你直接可以改善 直接拒绝 你劳工都拒绝 那不用讲了 那常常解雇最后所担心 不符合的就是 明明可以给予改善机会 却没有 这叫做 我积怨很深 但是从未表达 什么叫积怨很深 我怎么看你都觉得做很差 可是我们台湾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常常说好话 哎呀做得怎么样还可以 其实心里想插到爆 但你就不讲 你从来没讲 就有一天 就这样一个人说 你被解聘了 因为无改善可能性 这个老公就一声说 为什么无改善可能性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做得很差 我们常常看到更有趣的是 考鸡通打假等 然后最后说他这个 绩效不脏 那你怎么举证 大家都假等 那为什么打假等 各位如果知道 有一些机关的 加以丙丁是怎么打 尤其共加机关 我当主管的时候 非常可怕的是 每个单位就有一定的加以丙 丙没有 加以比例 那怎么分配呢 抽签 我就让他们抽签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好 那一定要有一个一等 所以你今天假等 对比较好吗 不见得 可是当我今天要解聘一个人的时候 我去找那个一等的 他已经非常生气 他说 那个假等的做得更烂 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说假等很烂 当他的考鸡这几年下来 他运气好全 不错好是假等的时候 我怎么说你没有改善 根本就是未给予改善机会 OK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判断点 判断点就是到底雇主这一方 该做些什么事 才符合解雇罪有所担心 同样你所做的东西 要对劳工是可期待的 所以各位大家可以看出来 哪一改善一直都是我们判断 主观客观 譬如说这个客观的就非常清楚 这个案子直接法院就认为 雇主没有达到解雇最后手段性 因为他的评估就是很清楚 人家都要达到一百万 你只有十五万 所以解聘 没有问题啊 一百万跟十五万落差很大 但是你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看他其他的业绩有没有达到 看他其他的东西加起来看 他到底有没有达到 你非得解聘他不可 你没有给予改善机会 对不起就摆输了 所以这个案子就非常清楚的 那这个案子更有趣的 主观不能到底什么叫主观不能 这个尤其我们涉及到公司的形象 很难 这工程师呢 很喜欢投资 可是常常投资不利 那钱哪里来呢 就跟亲朋好友借 结果恶性循环嘛 他两方面借 外面借 里面借 也有人跟他借 人家借钱不还 他就做一件事去讨债 不知道他讨债用什么方法 媒体的标题是说 公司的一个高阶 什么工程师 恶意讨债 而且是用暴力讨债这个字眼 哇 还得了 公司气坏了 你给我过来 你怎么可以在外面暴力讨债呢 哇 你这个是侵害到公司的一个名誉 然后发觉连环报 因为他在外面暴力讨债的声音 爆出来之后发觉一件事 同仁都来跟他说 我借你的钱拿回来 我借你的钱拿回来 才发觉他借了很多同仁 而且都是他属下的钱 来做什么 来做投资 结果他真的很不会投资 欠了很多钱 公司就想不得了 媒体暴露了 所以他就跟他说 如果你真的在外面暴力讨债 你这个影响我们公司的名誉 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规则 甚至你的工作能力不行 因为你造成我们 你知道暴力讨债一出来 股价下跌什么东西都来 把你留职听信 留职听信之后 结果这个人就积极的去跟这个 那个被讨债的对象说 我给你多少钱我们和解了 我虽然打你 但是和解吧 和解了 而且法院后来不起诉 因为和解了 好了那和解之后他就回来了 那欠同事钱也确实是欠同事钱 好了我问你 欠同事钱这件事情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 主观客观的工作能力 公司就说了 因为你欠同事钱 所以同事看你都是钱 因为欠钱不是主管 看的都是欠钱 所以你无法领导同事 各位觉得这样会成立吗 你的主管跟你借钱 所以他就变不是主管 他变成这个债务人 会吗 这个到底私德 跟公家怎么去判断 但他认为说这个东西 可是各位就在讲起来 自己都欠贴对不对 这个对啦是欠钱 可是跟他领导力会有关吗 这个真的到主 他的客观有问题吗 然后好就要改善吗 私德有没有空间改善 私德的问题 这改不了他品性的问题 他喜欢跟人家借钱 借钱投资不利 这个很难改善对不对 根本难以改善嘛 所以公司律师就说 这样好了 他一负职的时候告诉他 你还是不能呆 你不能呆呢 就是因为同仁看着你 怎么看都不行 那这个案子呢 他又涉及到 各位如果想 到底解雇作损案出道没 你一个在外头已经被披露 你已经在暴力讨债 一个其实欠了一大堆同仁的钱 那这个人我到底还有没有空间把他留着 我如果想把他解聘到底该怎么办 那想了半天要给他改善空间 那改善空间这件事情就没有了嘛 就没有改善空间 与同事借钱不还这件事情 看起来没什么改善空间 因为他也没钱可以还啊 但是他还是继续当主管 所以他就后来说不对 因为你见钱不还 已经影响到你对同事的威信 所以他就该告诉你说 你不设当任主管 你的客观上不具有担任主管的能力 所以就把他解聘 好 那这个案子如果你严格来讨论 应该是讨论这个 那这个案子后来法院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用一个东西 回到解雇最有手段性 各位想这个案子在解雇最有手段性 他到底是期待可能性 手段相当还是社会相当性出了问题 手段相当是说 他到底你有没有给他改善机会等等 问题是他都是私底下的问题 你有可能改善吗 各位不可能叫他私底下 还钱跟他当主管这件事情 这个是你不能强迫人家的 对吧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案子就非常有趣 后来他是用一件事 让公司败诉的 也是跟解雇最有手段性有关的事 你要让劳工可以期待 你一开始叫我留职挺心 就说媒体报道 所以我就去搓啊搓啊和解了 然后欠钱我就是没办法还 我跟同事也按哪一下 虽然我还是欠钱 所以呢你对我的期待是我是因为欠同事钱 导致我这个我可能这些会影响公司名誉这件事情 你要把我解片掉 可是你未来可不可以突然变更说 哦不止欠钱的问题 是因为你欠钱就不适合当主管 当主管 威信受到严重挑战 所以你的能力有问题 这叫做我的宗旨室友变更 没有期待可能 所以这个案子是百数 所以解雇中所担心很重要的是 期待不是只有雇主可不可以期待继续雇佣他 包含的是劳工可不可以期待 你跟我解雇的室友是怎么样 我要去抗辩啊 我要知道我真的做了什么 我没有改善的可能啊 如果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解聘 我何来改善 结果你今天跟我说假我解决了 你告诉我是已 那我根本无改善空间啊 所以这个解雇当然是分法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为既然无法改善 那这个你也没有办法 因为是私底下不能用 所以这个呢 就各位念之再之 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它都是从诚信原则发展出来 那是德国的学说 林诚文老师的书本里头也有 那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那解雇最后手段性 在这个判决很早年的判决 非常清楚的让各位看到整个 大概该来 什么该讨论 所以他直接告诉你说 就是从诚信原则来的 所以要看我到底有没有相信你 你是这样解雇我的 然后你到底是不是可以把我申戒 叫我改善安置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选择我 在这个判决里头非常清楚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一个 学校的教官转任 校安人员的个案 那这个很有趣 他就是主观不能 那我们现在在谈十一条 尤其是第五款 最常碰到解雇最后手段 其实都在讨论这里 他的主观不能 有很多的缺失 跟人家相处不融洽 然后东西都叫公读生做 自己都不做 然后这个 结果这个学校也做了一个 非常夸张的一个 去镇定他工作到底可不可以 发觉他都不是能力问题 是他主观上不想做 然后他就做了问卷 结果大家都对他评价非常差 好 各位觉得这个有可能 当我碰到这样一个教官 我还需要给他改善的空间 这个案子就说 这么改善 那那个他是教官嘛 后来改成校安人员 那你知道那个学校的那些 行政人员的那个 都在军官等级都比较低 所以跟他很含蓄的 我跟他讲 结果都没有用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无最伟大 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 任何改善的空间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来 客观不能在改善空间这里 在解雇最后手段 是比较清楚的步骤要给 改到哪里 时间对不对等等 主观不能的改善空间 争议就非常大 有些事真的就是个性问题 但是各位可以想象 你觉得改个性有那么容易吗 特别是我心里就是不愿意 不想做 待遇做 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拖了一辈子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主观不能不一定要很明确的 有改善的机制 改善的方式才可能构成 好那另外这个 也就是我们刚刚期待可能 另外一个个案 在就对劳工期待可能 今天有一个派遣 他派到华南银行 行政职 各位知道他是收雇在派遣公司 那华南银行没有 也可以派到东吴大学 什么都可能啊 结果呢他就通知他说 我们业务变更 所以各位知道 既然业务变更 刚刚第四款业务变更要做什么 要给他安置 对吧 结果发觉 各位知道 派遣公司在经营场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严重事各位知道吗 他基本上 今天有人委托我才去找人 所以常常是一个萝卜一个根 当今天华南银行不要人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其他的工作 但是他确实是华南银行 为什么不要他 因为华南银行 可能真的某一些业务性质变更 是华南银行业务性质变更 不是派遣公司业务性质变更 结果他这时候就通知他说 业务性质变更 那我也没有工作可以安置你 确实他没有工作可以安置 因为他签约就华南银行 但是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就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 那你不是派遣公司吗 你这个时段没有时间可以安置 你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派遣的 你的邀派可以 所以他就说不对不对 我搞错了 是因为我本来跟十家签约 现在只跟九家 所以我业务紧缩 那根本没有改善的可能性 所以这时候这样的一个 解雇最后所的业务性不符合 当然是不符合 所以各位 也就是我们刚刚那个三个 那各位就看了一个东西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这个终止契约意思表示跟期待可能性 是非常清楚 当我不要终止契约的时候很清楚 我讲了之后对方听到就有 所以当我今天已经告诉你解雇理由的时候 不能变 这是刚刚几个案子都是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律师就很厉害啊 我直接告诉你通知你明天不用来 我没告诉你解雇理由 那这到底可不可以 到底在解雇最后手段性里头 对我告诉你明天不用来 我需不需要告诉你是依照什么根据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法律从来没有人讲过 你如果回到明法的最根本意思表示到的 他最核心的要素叫什么 你被解雇了 那这什么理由 不在我们明法里头啊 那这个劳基法好像也没写啊 所以这时候法院就说不行啊 如果你今天不告诉他 那根本不可能改善啊 不可能有其他什么不可期待 他继续雇用啊 所以我们几个案例大概就出现了 告诉你说不行 你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能够写进来 好所以这个东西从我考核你不好 都要到没有改善的空间 然后我怎么去处理 好所以各位大概可以清楚知道 我刚刚有讲主观不能 这里通常的一个案例会比较出现 好像各位我们就来看 这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什么叫主观不能 我认为连改善都不用的 举例而言为什么 这个任何事情我们请他 譬如说今天你请假 就请他来帮忙 团队都是这样 他永远拒绝 你觉得有可能改善吗 好第二个 答应说 好啦好啦 没关系你去安心工作 我帮你的忙 嘴巴说永远没做 这个就是能为不为 这个是一个团队精神该做的事他也没做 然后当很多事情大家都一起来工作的时候 没空很忙找别人 所以各位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当我评估他今天为什么是工作不能胜任 不是他能力不好 学经历非常好 城市设计他也都会 但是当你家要做他永远都不做 而且不做的原因是 我很忙我不行 你找别人去做 这根本无改善的空间的空间 所以当然就不用再去改善了 就是我刚刚画的这个难以改善 好那这个案子各位也可能去看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让我稍微看一下 好什么叫手段相当 刚刚我已经特别去讲了安置义务 各位可以看出来 得以改善我可以安置的 那我刚刚为什么画这样斜斜 各位已经很清楚我刚刚所讲 安置不一定必要 但是在很多案例是要求要 但不一定必要 好那你可能可以把它申戒的等等 得以改善的 那难以期待改善的 当我今天跟你信赖已经完全破裂 特别你的职务上可能会涉及到 像很多金融的会涉及到金钱 就算我今天侵占只是非常小的钱 他而且可能后来都改掉 没有损失 信赖如果破裂 大概就不会再要去给他改善机会 或者团体像刚刚那个 每个人的问卷出来都觉得这个人都不配合 这个人在团体之间都不帮忙 这个团体之间的合作非常不好的时候 你也难以改善 那当然这时候也要看他所犯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整个事业单位来说是很难期待那个比例原则 譬如说他今天所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小 那这时候你不能因为这样就把他解聘掉 所以各位我待会举例子 各位看出来 好所以这个东西手段相当我们来看 好社会相当性法律有名文的就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在哪里呢 在大量解雇老公保护法 那各位知道大量解雇你要解雇十个人以上啊 如果没有一次而且是一段时间内解雇十个人以上啊 如果没有我也没办法试用 那牢基法没有 那有一些判决就会用这个来做比拟 比较多的判决会用的是就业服务法 我们待会来看 那到底怎么办 因为大姐我毕竟不一定都会碰到 那有两个案子让各位看 就是我刚刚说的 结雇最后手段心必须去思考的社会相当性里头 最常碰到叫年龄 那年龄这个歧视东西 我们白字黑字有写的是救服法 而救服法是一个行政法规 你违反的是被罚 那被罚会不会直接延续到解雇是无效 这件事情有几个判决会引用了 各位可以去看 好 那这个是举例而言日航的案子 日航呢 奇怪在台湾是赚钱 但是日本本身日航曾经频临破产 所以这时候他就说 那因为我母公是要破产 所以我要裁员台湾的人 所以就从裁了70个变18个 最后变6个 结果发觉他找的人年资都很高 年资高 薪水就高 而且年龄普遍高 为什么我叫普遍 因为他是38岁到55岁 所以这个有点超乎我们一般想象 可是确实他是年资高 所以这个案子呢 他就在思考 他叫这些人被优先给资钱了 那他有没有业务亏损 确实有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我在前面画的图 各位非常清楚地讲 当我这个宗旨事由是很清楚 是成立的 我下一个不一定能解雇 我还符合解雇最后所战性 这时候他的这个亏损是不用说了 因为他快要破产了 但他却选了这些人 那这些被选的人就跳出来说解雇非法 违反解雇最后所战性 为什么你全部都选这个年资高的 年资的高不等同年龄高 我刚刚说他最年轻只有38岁 所以这个案子是中华美国第一个个案 间接启示认为这样解雇是非法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来 所以他的认定就是说 因为他联动 这些人普遍大概年龄都大 那38岁他就举说 那你为什么你不去解聘那个 考基很差的可能二十几岁的 而去解聘人38岁 那这个可能就是副作者等等 所以发觉这个东西是不符合社会相当性 有时候我刚刚一开始问的 为什么选我被解聘 那这个在社会相当性非常重要 可是这一块的操作 因为在台湾非常少案例 基本上我们常会认为 解雇的时候是这个雇主的权利 我好像要解雇谁 我只要符合了中止七月的原因 我就可以 但是其实已经有出现几个案例 不是就可以 那这个案子就不一样 是媒体转型 现在大家都看什么 我看YouTube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一直亏损 因为广告都不存在 所以他确实是亏损 结果他就挑了一个年资高 薪水高的人就解聘 这个如果案子想到 刚刚前面的案子 你为什么就挑那个年资高的解聘呢 他有没有亏损 他确实是 不过他亏损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再讲中止七月的理由 因为法院现在亏损 其实从账面上没有亏 为什么没有亏 他的业务收入是亏的 他为什么没有亏 因为他卖了一些主产 卖了一些冲淡之后没有亏 而事实上是不是亏 所以这亏的通常 他第一个是符合中止七月的室油了 符合这个室油之后 这时候他年薪高 我们刚刚我有从日行的例子 年薪高 这个可能违反社会相当性 但是各位要这个全部来比 对他是年资高 这是一件事 但是我们就要问说 那现在有15个人里头 你为什么挑他 这时候就要看他的考评是怎样 偏偏这个人呢 虽然年薪高 他考评不太好 哦 考评不太好 然后呢 还有其他考评不好的原因是 他对部署的指挥监督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 当我今天 我的第四款 虽然有安置义务 其他款有没有安置义务的讨论 有 有很多的判决有 所以他第二款他也用了安置义务 但是安置义务就是我刚刚说的 雇主有安置义务 但是不见得安置得了 因为这个人可能考评插到 任何一个部门 听到他来都拒绝 所以我尝试过 因为有人拒绝 我没有办法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 所以我已经履行了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有亏损 再加上这些这些考量 虽然这是一个因素 但是我如果可以举证是这些导致的 我选他不是因为他扎高 我选他是因为这样 这时候就符合社会相当性 可不可以解评 就可以 刚好跟日行的案子不一样 各位可以看出来 好 我们怎么去判断 那像在业务警说 我们刚刚说 业务警说亏损的安置义务 我发觉有一些案例其实是出现的 他怎么出现呢 像这个案子呢 他就说 这个业务警说 那没有错 我的营业收入一直少一直少 好 业务警说不等同亏损 他就是营业收入一直少一直少 那这时候呢 而且他是一个城市设计师 那设计这个 那其他换成这个设计的这个部门不要了 那其他部门可能还是在 那这个部门可能卖掉或怎么样 警说 所以这里呢 他就说没有办法 这个部门已经删减了 所以业务警说 我就当然可以裁员 No 他这个案子就告诉你说 虽然业务警说 可是这个人如果训练之后 他是可以安置到其他单位的 这时候你不做 还是不符合解雇的手段性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来 这些案子 不当然一定就可以 刚刚讲半天都要讲第十一条 那我们来看第十二条的一个部分 第十二条最常发生的 就是第二款跟第四款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边很清楚的 他没有我们刚刚第十一条 那个什么安置 让各位去发想说 解雇的手段应该安置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的 就是情结重大 也就是你一定重大到 我没有办法继续雇用你了 我没有办法用解雇你的手段 是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办法 待到预告其满 事实上 我有可能说 你违反工作规则 可是我还可以用十一条 就是说 你就是客观不能 我还可以预告 我连这个都没办法 那这时候 这个情结重大 注意一下 他并不是去管你 有没有违反 违反是我们刚刚说的 最根本的理由 还要看是不是情结重大到 我没有办法继续雇用你 我职场持续迫害 我没有办法期待再看到你 但是第二款没有 第二款各位 打人这件事情 情结可是有轻个有重 譬如说我待会举几个个案 他做的事情 其实没有到这么严重 可是后来为什么 马上就被解聘 其实就涉及到 他的判断好像 只要胜到人身攻击这件事情 对于职场秩序 这个就没有期待 我能够在雇主做些什么了 我们来看 譬如说我以两个案子 跟各位对照 他通通违反工作规则 一个是做什么 他是有一个SOP 该做一些事情 譬如说我们的SOP 是12345 结果他老是省略中间一些 可是这些省略 会造成什么事 危险 所以他有没有违反工作规则 而且甚至可能因此被 一个小过 两个大过 都有可能 可是这种状况之下 他是违反了 来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个案 另外一个个案 他也违反工作规则 也被记得一个大过 两个小过等等 但他是做什么 刚刚那个是 他是在这种厂里头的 一个员工 所以他没有造SOP 那没有造有可能会造成了危险 这些员工是干嘛 是开油罐车的 就开开车 然后呢 他们因为怕油被偷 所以告诉你 你呢 在执勤的时候 基本上 是不能够回家的 就是你只能执勤 然后睡如果长城 还是睡在车上 同学可以想象 今天这么热 你在那边开车 坐在你的冷气房 你每天有没有想洗澡 想吧 所以他开开开呢 刚好都会经由某些交流道 他如果先下去 他家在那里 他就想我去洗个澡 那再从那个省道再开上来 所以他绕路了 他绕回家洗澡 然后再上来 可是说发现一件很严重的事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GPS 所以我知道你绕路 第二件事 同学知道 你们现在如果开车 可能没有反应 这个在比较早期 现在是ETC 以前不是 以前是什么 有那个回溯票 就是交流道 那他给他固定的那个票 给他那个票 然后呢 因为他是从下去省道上来 所以他省掉交流道的钱 然后他这样上来 结果他回溯票没有交回来 那没交回来 到底后来是卖掉还是怎么样 我们当然不知道 或者私人用到不知道 所以他也是违反工作规则 好了 这两个案子 可不可以都解聘 还是哪个案子可以解聘 各位就想 他说这个案子 他是影响到什么 我们这个 他案子是 他已经影响到内部秩序 而且是有公安的问题 所以这个雇主 还有没有办法期待 你就不照这SOP来 而且已经造成可能的危险 你觉得有没有办法期待 继续雇用 有点难对不对 好 那这个案子就不一样 他们都违反工作规则 而且都已经寄过 寄到好几个过 好 那这个案子就不一样 其实 对雇主来说 对你没有遵守工作规则 各位想想看 你可不可以对他用 解雇以外的手段 他不会有危险 只是告诉你说 你下次不可以回家洗澡 然后呢 那回数票给我交回来 对吧 所以他其实可以申戒 寄过 这样都不可以做 他没有设公安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案子结论就不一样 一个符合解雇最后手段性 公安 职场秩序 一个 这个是可能有违规 但是没有违到职场秩序 所以各位大概可以看出来 这个 所以有过失没有答 那这个案子呢 各位都知道 劳动俱诊法有一条 叫敬业禁职 可是他没有去敬业 各位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家族有什么企业 你知不知道你被挂名当董事 不知道 今天有一个同仁 然后呢 他有一个 因为他业界嘛 所以大家都熟 结果有一个董事突然死亡 然后他就跟他说 没有 反正你就挂名嘛 你什么事也不用做 我们也不会给你什么钱 就形式上 偏偏这两家公司是有竞争关系 我说竞争关系不一定有敬业关系 有竞争关系 那也可能未来会敬业 结果呢 哇 他们的工作规则就写说 你不可以跟我们有敬业关系的公司 有业务往来 这个人说我没有业务往来 我只做了一件事 挂名董事 这样有没有到情节重大 到底归于雇主来说 可否期待 这时候雇主的期待可能性就很重要 我有没有办法就给你警告 申戒 采取任何的措施 就不会对我们公司产生这种威信的禁师 甚至未来可能是敬业的状态 有可能吗 所以这个案子看起来挂名董事 是非常小的事情 可是呢 他却他们认为你根本无法期待你忠诚 因为当你是挂名董事 我的利益跟你的利益一定冲突 现在没冲突 未来可能冲突 所以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这个案子就符合解雇最后所段性 可以看 好那所以情节重大 刚刚都是情节重大都可以解聘 情节不重大可不可以解聘 第四款写的要情节重大 其他款都没有 各位看到 其他款有可能情节不重大 但是可能被解聘 好我们来看 哪一个呢 这个是环保局的案子 有一个同仁觉得工作分配不公 在电话里头骂人 你知道环保局同仁有些同仁讲话 非常的直接 问候你爸爸问候你妈妈很正常 但是有一个同仁没有办法忍受 还在电话接到就很生气 你竟然问候我爸爸问候我妈妈 你敢来 就真的来了 来之后呢 那个被骂的这个同仁呢 就做什么事 那个被骂的同仁呢 他呢 就非常生气 一看到那个同仁 那个骂人的车子开过来 还在车里面 被骂的同仁就拿了一个 他们环保常会做的 拿的工具 叫做拐杖锁 是一个很长的 那种刚做的拐杖锁 拿起来就要虚张声势 你在骂你在骂 我就打人 结果你知道对方还是继续问候吗 结果他做什么事 啪一声就打下去 当然没有到重伤 但是皮肉伤 因为同事大家都拉他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状态 一个骂人问候爸爸妈妈 一个拿工具打人 结果就民众就开始围观打人 什么大堆 就开始 然后呢 他确实是暴行 那你觉得这样子 该不该去解雇他 他其实是轻伤 没有到真的很重伤 他有清洁重大吗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清洁重大 除了他打人这件事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 后来在调查的时候 这个人抵死不认罪 结果一定要录影发觉 他真的拿那个拐杖锁在打人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 怎么去看 我是不是把他申戒就可以 那这个案子就是在考虑 尤其因为这是公务形象 各位只要碰到那个大公司 公家机关 其实都有这一块 你如果做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这个伤本身 真的没有清洁重大 但是对公务形象 对公司形象 如果影响很大 因为报纸爆出来就是 环保局捅人 拿拐杖锁杀人 就是这样 他其实是清杀人 所以出来就是说 哇那不得了 环保局应该是垃圾车 清洁车过来收垃圾 结果在执行公务 怎么看起来是会打人 会杀人 然后民众都出来 然后最后 这个很重要 特别讲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解雇周手段性的认定 我们从来就在法条里头 没有所谓的认定机关 可是这个案子非常特别 如果我今天的主管 直接就把它解聘 或许这个案子不会构成 因为对公司 对环保局的影响没有错 可是到底有没有到 真的我们想象不可期待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寄过等等等等 就可以了 他就经了一个他们叫考评会 那考评会就做了慎重的考虑 而且他做了一件事 问了很多同仁 对这位同仁继续来工作 你们会怎么样 结果出现同仁都觉得非常害怕 觉得他随时会拿着工具来打人 觉得对这个形象影响很大 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继续在共事 所以纵使你把它寄过等等 再也没有人想跟他共事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因为有这个程序之后 本来他或许不会到解聘 这个案子认定他有解聘 也就是他所思考的 不是你这个行为的情节重不重当 而是这个行为对企业 尤其第二款对企业的形象以外 更重要的是企业秩序的维持 是不是影响重大 两面考量 所以各位可以看 他每一款的思考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影响企业秩序跟业务运作 才是最后认为他符合解雇 所谓的手段性的原因 而不是打人 你有没有情节重大 所以各位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这个案子各位看了会更觉得 这到底是什么 各位你们慢慢开始当律师 当企业法务等等 你开始会印名片吧 名片是什么头衔 今天这个人呢 他的名片 他事实上是从经理一直深深 经理副总经理 当副总经理 那是大概就是 应该是一些城市开发等等 各位知道 有些人你就算是副总经理 也很喜欢叫你总经理 对吧 好很有趣 好了那这个人呢 就开始就把他名片 他想说在外面 而且他常他们公司 就是还有头头 可是那些人都不负责 真的实际执行就是他 所以当他去签约什么 他想要他的名声好看一点 他就把他的名片 从副总经理就改成总经理 总经理又怕你们觉得怪怪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出来 他对外 好本来叫国防事业部总经理 他也不敢说他叫总经理 他就想这个部门 我叫做总经理 这样总没有错吧 结果他呢 偏偏要去大陆参加研讨会 国防事业部 这怎么进得了大陆 他就把国防事业部拿掉了 变成什么 变成总经理 哦 他就自己升任了 结果呢他们的这个雇主呢 并不知道 可是有一天 当这个雇主拿了 就是总经理的名片出来 说你们总经理换人 不是谁吗 他就说啊 他怎么变总经理 印错名片这件事 不管他是主观还是客观 请问各位 有道信赖破裂情节重大 解雇最后手段性可以解聘吗 各位觉得印错名片很重要吗 总经理咨询他说你干嘛 印成总经理 破坏公司形象 印错名片就破坏公司形象了 觉得好怪喔对不对 所以这个案子呢 后来我就看说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会认为解雇是合法呢 原因就是说没有错 你去做了一个违背你职务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其他方式叫你改了 去跟别人讲你不是总经理 你是副总经理等等 或者是重新让所有同仁知道 那这个看起来是有一点可能 那我的手段不相当啊 我如果因为印错名片就把你给解聘了 其实我有其他方式可以申戒可以做什么 这个案子非常有趣的是 这个人后来就非常非常生气 去考虑说 这个印错名片虽然情节不重大 但是他来去总经理问他说你干嘛印这样 他做了一件事情 那印错名片这里变成破坏磁场秩序 他当总就开始咆哮 各位你来看他骂什么 你们都是猪 你们都是我养的 各位看到吗 你们都是废物 谁敢把我开除 我天天来找你麻烦 当众咆哮总经理 本来印错名片是一件情节不重大的行为 他或许我们只能说阿申戒等等 可是他用了另外一件事情 让印名片错误的这件事情 变成是一个破坏职场秩序 对于雇主来说 一个人都已经当众要恐吓你 骂你们都是猪 你们都是我养的 这种状况各位 到底雇主 你可不可以期待雇主采取 解雇以外手段 难吧 好 这个是一个情节不重大 后来却被解聘的实践案例 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接下来 各位我们想学的是最根本的劳基法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解雇最后手段性该怎么去用 那解雇最后手段性 其实有很多 包含这个十一条 有些我可能就没有特别去讲 譬如说如果我是第三款的 我停止工作一个月以上 这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这时候我就会选说 他有没有社会相当性 可以选谁等等 那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的各种案例 就各位参考 可是有些地方 在适用解雇最后手段性 会踢到铁板 下面就是我们来看的铁板 第一个铁板 就是各位常常碰到 企业并购 企业并购有解雇最后手段性的适用吗 第二个 他不是铁板 他反而是合力化 解雇最后手段性 必须去思考的 当然解雇 也就是我刚刚提的 他特别告诉你 你要解雇人喔 你要选择人喔 可以 一二三四五 都告诉你 那么多项你都要去思考 另外一个 现在是 既然解雇最后手段性 让雇主 要解雇一个人 这么难 那我可不可以在 试用期间就先把你解雇掉 试用到底是什么 这三个都是非常有疑问 最后一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 丢的题目 那我到底能怎么做 我解雇中手段性也没办法 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合一宗子契约 甚至我除此之外 难道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做吗 外国立法令 好 来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企业并购 企业并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们有企业并购法 那各位要先去学 企业并购法到底谁来决定并购 新旧雇主 有没有劳工的地位 没有 大量解雇 有没有劳工地位 有 所以他落差就在这里 劳工是没有地位 决定并不并购 劳工是没有地位 决定谁可以被留用 所以 这时候就涉及到 我们刚刚一直讲 当我业务紧缩 业务性质变更 我被企业并购的时候 我们刚刚都有讨论过 就是要安置义务的部分 认为这是重要的 必须思考 既然安置义务 那我今天 有没有在企业并购的时候 有安置义务 如果我今天没有安置义务 我有没有可能拒绝留用这件事 来我们来看条文 16条17条是我们最常用 而且跟本案非常有关的 各位白纸黑字看到 谁被留用 心就雇主 你可不可以拒绝留用 你可以 你拒绝留用 你就离职 你不同意留用 你就离职 讲了半天 都只有一句话 你不同意 你就离职 你同意 你就转过去 但是没有人告诉你说 你可不可以要求安置 因为我公司 因为我公司不一定都是整个没有 我可能一部分被分割出去 我还在 所以这一句问题出现了 来 劳工的意愿跟安置义务 这是我们常常在讲 检工最后手段心必须思考的 可是 企业并购 在我们的法治很清楚的告诉你 是雇主的经营裁量权 我想要分割 我想要新设 我想要合并 这个都是我的裁量权 各位可以看出来 在劳工的想像是我很重 可是在企业并购法 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一块 所以他其实的分量是比较大的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衣裁 这个案子也是一个企业并购 那企业并购之后 这个人呢 他就说 嗯 我不想要去 那他的案例是这样 这是这个公司没有全部不见 他这个产品资讯部门 被新公司吸收进去 那吸收进去 所以这个人原来就在这个部门 那我就跟你说 可以 你被留用 好 结果依照刚刚第16条 当你被留用 你有两条路 一个就跟着去新公司 一个就是不同意 就离职 拿支遣费 就这样 那这个人呢 说我没有离职 我也不要留用 那请问他的第三条路在哪里 来 我有没有空间留在这里 要不走这 要不就走人 我有没有可能留在这里 这时候这个老公就主张说 业务仅说 业务仅说 因为他扫到一个部门 然后基法第11条 你业务仅说 刚刚郭老师有没有讲 如果业务仅说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你必须要安置义务 这里很清楚 刀份的案例 所以你要这样 哇 这个案例就是说 对啦 业务仅说是这样 没错啦 可是呢 企业并购法里头 没有这件事 而且企业并购法的核心 是告诉你什么 也就是雇主的财良权 所以这里就变成 安置义务在这里 就不存在 所以各位这是第一个 在企业并购很遗憾的 他没有办法用 那第二个 我们要去看的 适用期间 我就述述来讲 适用期间 其实涉及的很大的一个专益 是在适用期间的法律关系 那到底适用期间可不可以 他本来是一个软体工程师 那各位很奇怪 在面试的时候都说他会 结果真的到了公司来去用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会 那这个公司还蛮好的 还说那你又不做这个开发 你做另外一个开发 结果他也不会 好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这就涉及一件事情 到底适用期间 我们有没有牢基法的理由的适用 就算有牢基法理由的适用 有没有解雇最后手段性 那这个是分道扬镳 主管机关采取最严最严最严 今天郭老师讲的整套都适用 但是在司法的裁判却不这么想 司法裁判说 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子 这个他有可能根本不适用十一条 他有可能适用十一条 但是怎么样 没有解雇最后手段性 好各位就可以看出来 再让各位整理一下 主管机关很清楚 他的含令就已经告诉你是适用 那这个部分 好那实物的案例呢 其实走两套 让各位看 这个案子他也是 最后适用期间 他就说他不合格 就把他解聘 那我们来看 那这里的司法实物案 这有个座谈会非常重要 各位要去看 他总共有四个见解 这个四个见解 传统的这个肯定跟否定 其实就是类似司法机关 跟主管机关的冲突 这个主管机关直接告诉你什么 很清楚了 完全适用 解雇最后手段性 完全都用 那否定的呢 就是告诉你说 完全否认 一个是完全适用 一个是完全否认 那到底怎么样 好那我们给我来看 那最后的一个结论 讲两个结论 这个是值得各位参考 他的结论根据在哪 对适用期间法律性质认定的差异 主管机关跟早期司法实务 其实没有很清楚地去讲这件事 我们大概有两大重要的一个见解 那一个他就认为 劳基法当然就是什么 这个适用期间 他的适用契约就是劳动契约 但是呢 适用期间的本质就是要适用 不适合就要 就要解片掉 所以我同样告诉你 要有考评 要有劳基法十一条 但是呢 我就做一个折衷 做一个折衷 就怎么样 不用解雇最后手段性 我只要考评不合格 大概就可以了 好那这是审查一件查的 可是最后很有趣 参与讨论的所有法官投票 采取丁说 为什么他有丁说 他认为适用期间不是劳动契约 适用期间叫做解雇保留说 什么叫解雇保留 时间到了 我觉得你不合适就可以走人 所以他采取最多的否认 直接告诉你 哎呀也可以看工作是不是能升任 但是大致不能升任就好 不用像我刚刚讲什么主观啊 客观啊 有没有改善啊 不用谈 那只要不符合就可以 那各位采取哪一说呢 各位就看看判决通通有 但是我发觉晚禁 应该是遵照那个投票的比较多 但其实他的本质是设置 但适用期间他的不一样 好那回到我刚刚问各位 各位当你解雇最后手段性 我刚刚问各位说可不可以之前 可不可以解雇 其实当不行的时候 唯一的法子真的就是 合一种子契约 那这是最近实务的发展 好那各位有空呢 就想想怎么做 好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 好各位各位最后一条路 其实解雇最后手段性 在德国还有思考一件事 但是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判决这样写 也就是刚刚有很多是高薪被解聘 难道你不用去思考 变更劳动条件的继续雇佣 这个也是在德国的判决里头 非常重要的核心 因为最不想离开公司的 应该是老公 如果公司是业务紧收 公司是疫情碰到很多问题 难道不可以跟他变更劳动条件吗 这个是德国的解雇最后手段性的 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判决采取 但是让各位来分享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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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